大家好,我是霍霍,今天用西红柿和一把茴香 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又解馋的做法 香酥吊渣,非常的美味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吧 西红柿打十字花刀 放入大碗里 倒入开水烫一下,好去皮 正在烫西红柿的时间呢,我们把这个茴香切一下 放入大碗里 把皮去掉 把西红柿切成薄片 再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小丁 放入纱布里面 挤出西红柿汁 挤出来的西红柿汁千万不要倒掉 把西红柿倒入大碗里 大碗里倒入300克的面粉 放入一克的盐增加筋性 先用筷子搅一搅 用这个西红柿汁来和面 这样子营养一点不会流失 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偏软一点的光滑面团 盖上盖子饧发半个小时 下面我们来调个油酥 碗里倒入100克的面粉 倒入50克的熟油 用筷子给它搅拌成棉絮状 搅拌至没有干面粉 下手给它抓拌成团 最后整理成这样的一个团就行了 包上一层保鲜膜 给它密封醒发半个小时 在碗里打入三颗鸡蛋 用筷子搅散 这样就行了 锅热倒入使用油 油温微热 把鸡蛋液倒入锅里 快速的炒成鸡蛋碎 炒成这种小的颗粒状 盛出晾凉备用 准备两个油条 切一下 切碎 放入大碗里面 先倒些食用油 搅拌均匀 这样子能锁住回香的水分 拌匀之后把鸡蛋碎也放进来 放入一把葱花 根据自己的口味 放入适量的盐 来一点胡椒粉 适量的蚝油 来一点小墨香油 用筷子再次充分的搅拌均匀 我们的馅料已经调好了 先放一边备用 我们的面团已经饧好了 不用揉 直接搓成长条 下大小均匀的剂子 油酥面也搓成长条 给它下成八个剂子 把每一个都给它搓成圆球 像这样子就行了 取一个剂子搓圆按扁 给它整理成一个小窝 像这样子就行了 放上一个油酥面团 用包包子的方式给它包起来 收口处捏紧 放到案板上按扁 用擀面杖擀成牛舌状 从一头给它卷起来 稍微按压一下 擀成薄片 用手按压一下 擀成薄片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放入适量的鲜料 按压一下 用包包子的方式收口 这个收口处一定要捏紧 放到案板上 按扁 正反面多按一下 这样子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电饼中提前预热 刷上一层食用油 把做好的生坯放入里面 表面刷一层食用油 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 先烙三分钟 煎至一面定型 给它翻个面 盖上盖子 继续烙三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 再给它翻个面 最后烙至两面金黄 按压能快速回弹 上面就熟了 出锅 放入盘里 我们的西红柿 茴香酥饼就做好了 看着颜色金黄金黄的 非常的诱人 看一下 酥脆的直掉渣 掰开一个看一下 皮薄馅多 里面的馅料 吃起来鲜香味美 加入了鸡蛋 也是非常的有营养 加入西红柿呢 酸酸甜甜的 非常的开胃 这样子简单一做 孩子都能吃上两个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货货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